他在你們那個牆後面 這個前面怎麼有這個 但他這個畫漢武前面有這個 有活賽運動 不要不要我現在有活賽運動 這很帥 我幫你哭 電玩普普上面有活賽 CD兩個 後面後面CDCD WTF 怎麼了 你的天命槍 這個活賽仔這麼強是怎樣 大家應該有發現我最近也開始玩特戰也好了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跟特戰的玩家推薦一個東西 沒錯 就是ACLAG 雖然特戰的伺服器遠遠好過APEX 但有時候依然會突然爆PIN或斷紅包 而在TTK抽短的特戰中 這是非常致命的 畢竟特戰不像APEX PIN高的誇張還能玩 像是這一把我們台中三人組結爆開到100多 對象就很難受了 像現在有看我們頻道的觀眾 都已經對ACLAG陌生 ACLAG是一款能夠解決 遊戲卡頓爆PIN 掉風包 優化陷入軟體 以特戰來說 正常PIN值應該都在20到40左右 但有些比較遠的玩家或是網路比較差的 可能會在40到50左右 譬如我的剪輯師銳率 不開的時候在50 而且常常會離奇爆PIN 最扯的是會直接LAG都不能打 但開了ACLAG之後 PIN大概會穩在40 而且爆PIN頻率也大幅降低 遊戲體驗馬上變好 最後如果你沒有爆PIN的問題 也可以買來穩住特戰的PIN 畢竟TTKD的遊戲要求的就是表現穩定 有一點延遲都是很痛苦的 最後特別提起一下 雖然說ACLAG可以解決大部分的連線問題 但PIN值的部分還是因人而異 大家可以根據自身的狀況去調整 那一樣 ACLAG在11月有特別的優惠活動 買兩個月送一個月 半年跟一年的訂閱一樣有折扣喔 想要脫離延遲與丟包的朋友 還等什麼 現在就去訂閱ACLAG吧 欸幹你今天輸幾把啦 我們今天輸 我們今天1 2 3 4 5 6 輸6把 時間輸6把 好慘喔 這場開始 這場開始繼續輸 我跟你講玩Riot的遊戲 你要接受一點就是 你一定會被 你一定會被這些劍種 他媽的連敗 欸我玩APEX 頭來都沒有那麼痛苦的體驗 APEX整個PUBG 最少都是 你如果今天真的技術不錯 都還可以再贏個幾把 你知道嗎 幹至少不會扣分 但我跟你講 特戰英豪跟 特戰英豪跟他媽的 英雄聯盟 可是不一樣的 這些遊戲都一輸結代輸到中風 只有Riot的遊戲才有這麼好的體驗 而且我跟詹拳都體驗過 我們之前還有NG連輸13把 那個英雄聯盟 一場都贏不了 真的 一場都沒有辦法贏 從頭輸到尾 你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贏 然後當你今天不想贏的時候呢 你就會贏 這就是Riot 他們的遊戲就是這麼快樂 搞一個搞一個 這下真的不是在開玩笑的 剛剛有人跟我講 從這把開始不會再輸 大概182 自備變了 從這把開始不會再輸 已經連爆6回合了 根本 這把開始 這把開始 這回合開始是 這回合開始是 這回合 Focus嗎 是Focus嗎 沒了沒了 上回合 下回合再開始 下回合開始 下一回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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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啦 你娘咧 那我幫你救過 底部一條狂 你娘咧 好像沒有人走你那邊 喔 可以了 怎麼啦 這把先成績 下一把 下一把 他們十分 開始被我們定感 好 OK 可以可以 喔 為什麼不是這把就贏 欸贏了 哇我們贏了 這是勝利 浩角響起 你哥們 他噴他噴他噴 別怕他噴 我現在不會再輸 一分 聽清楚了 他踩喔 踩進來喔 耐死他 為什麼隊友燒我 為什麼隊友燒我 It's re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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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輕鬚怎樣 又贏了 變敢到底 去看一下去看一下 你跟著老二去看一下 他沒被綁 他沒被綁 左邊左邊那個左邊那個 Nice 媽他沒被綁 你抓他 幹你媽的 來了來了 兩隻喔 媽他想走射我 是怎樣 要跑了要跑了要跑了 沒有我殺 喔 喔 喔 Not today 他媽的 喔 真的是你 要秀啊 Not today 沒有人啊 操 有人有人 搞一個搞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好像有 進吧進吧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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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K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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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K 哇! 哎呦! 你打傷了 哎! 你打傷了 哦! 哦! 射擊! 哎! 飛進來了!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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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頂得住嗎? 可以可以可以不是 地人一把垃圾 三個飛物改一下 三個飛物輸了八把 三個飛物輸了八把 沒事沒事沒事 封野格 然後單排最好痛 應該說射擊遊戲單排最痛苦的特戰 絕對排得上其中一名 特戰絕對是很辛苦的 我覺得單排最舒服的是什麼 APEX APEX APEX覺得是單排裡面最快樂的 相信我 老實講是不是這樣子 你們摸著你們的良心講 其實APEX是不是單排裡面最舒服的 是不是 這也是為什麼他不會倒 每天在那邊靠邊APEX 倒倒倒倒倒你媽啦 其他遊戲單排有APEX好玩再說 我們也想要去單排那麼超級做勞 單排出了之間回大域 對對對對對 像我自己去玩那個 鬥症特攻 斗... 斗... 斗陣特攻的那個... 斗陣特攻的排位 噢... 逗陣特攻比特戰還做 來我跟你們講 來我們...我們一起投票 Elsie 最痛苦的單排遊戲 單排射擊遊戲 第一名是誰 一起打出來 我 我覺得是Overwatch 我覺得Overwatch是單排裡面最痛苦的 Overwatch對不對 我也覺得是Overwatch 我也覺得是Overwatch Overwatch那個單人真的太痛苦了 我之前就是去年10月在玩的時候 那時候想要上鑽石 想要練習一下 NG啦RK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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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那個只要你的一個隊伍 有一個人比你一個人有問題 你他媽整組都不用玩 就是Overwatch 所以第一名是Overwatch 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單排坐牢是什麼 R6嗎 R6嗎 好像是R6 我之前一個人玩R6的時候確實好像是這樣 R6 R6 所以第二名是R6OK嗎 那第三名呢 特戰跟CS嗎 然後 然後接下來呢 第四名 還有什麼射擊遊戲 線上的 第四名是什麼 好 可是你們不要他媽一直在那邊舉單機遊戲好不好 靠杯 是不是啊 然後今天我覺得第四名應該是PUBG 然後我覺得最後最簡單的 單人遊戲體驗最好的應該還是AFX OK我們對這個排名 紅翼的打加一 我們再排一次喔 第一名Overwatch 第二名R6 第三名特戰 斜線 CSGO 第四名PUBG 第五名AFX這樣 好那就這樣了 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 單排遊戲困難的這個 這個排名 好不好 好嗎